大家好,我们现在进行第二章的相机,保护模式,我们看资料的第7页 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标志寄存器 这个标志寄存器还有下边这几个,CR0123 我们在0.1的内核当中,这个入门篇也讲讲过这些标志 我们对这几个标志寄存器和控制寄存器进行一下复习 因为这几个寄存器还是比较重要的 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标志寄存器 标志寄存器当中的很多标志位呢 我们在学习汇编语言的时候都是见过的 我们重点讲解一下这个关于系统这个方面的标志 我们首先看这个IOPL OPL是第13和12位 它表示的是Io的特权级 这个字段呢,这两位 它表明了当前的运行程序 它的这个Io的特权级 当前的运行程序或者任务的这个CPL 也就是当前的特权级呢 必须大于或者等于这个IOPL指名的这个特权级呢 才能访问相应的这个Io地主空间 只有这个当这个CPL 也就是特权级为0的时候 当前特权级为0 程序呢 才可以使用这个 比如说POPF或者是RET啊 指令来修改这个字段 IOPL呢 也是控制对这个IoF这个标志的 修改的这个机制之一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第14位 第14位呢 是NT标志位 它表示呢 是一个 嵌套任务的标志 它控制着就是说 被中断任务和调用任务之间的一个链接的关系 在使用靠指令 或者是中断 异常执行任务调用的时候呢 处理器呢 会设置这个NT的标志 设置这个标志之后呢 在通过使用RET指令 从一个任务返回的时候呢 处理器呢 检查呢 这个NT标志 使用这个 或者是这个POPF或者POPFD指令的 也可以修改这个标志 但是呢 如果我们在应用程序当中 而想要改变这个标志的时候呢 那么会产生一个异常 这个VM标志 是第17位 它表示的是虚拟8086的这个标志 设置这个标志位的时候呢 就开启了虚拟8086的这个方式 复位的时候呢 又回到这个保护模式 我们再介绍一下这个TF TF呢 第8位 它是一个跟踪标志 甚至这个标志位的时候呢 可以为调慎的操作 提供这个单部的执行方式 当它复位的时候 那就禁止了单部的执行 再看第16位 它是一个恢复标志位 这个标志呢 用来控制处理器呢 对断点指令的这个响应 当它设置的时候呢 这个标志呢 会临时禁止断点指令 产生的这个调试异常 关于这个E-flags呢 我们就讲这么多 如果还有对这个E-flags 还有其他的疑问呢 建议呢 再复习一下这个0.1 那套那个 入门讲解的那套教程 那套教程呢 对这个标志寄存器呢 E-flags呢 有比较详细的讲解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 C20到C23 这几个呢 都表示的是 控制寄存器 这几个控制寄存器呢 是用来控制和确定 处理器的操作模式的 以及呢 当前执行任务的一些特性 C20当中 含有控制处理器操作模式和状态的 这个 系统控制标志 C21呢 保留不用 C22呢 它是用来存放 就是异常 出现异常的时候呢 它把那出现异常的时候 那个线性地址 保存在这个 C22当中 C23 它当中呢 是 包含的是 夜幕录表 这个基地址的 通过C23呢 我们就可以来 在这个夜幕录表当中呢 来进行这个 寻止 我们先看一下 C20当中的这个PE 这个PE位 这个PE位是第0位 它是这个 保护模式的这个 体型标志 这个PE位设置的时候呢 也就是开启了这个 断机的保护模式 复位呢 就进入了10地址的模式 这个标志呢 我们说 说过就是说 只是用来开启这个 断机保护 这个时候 开启的断机保护的时候呢 并没有开启分页机制 如果要开启分页机制呢 我们又把这个 第31位 PG位 给它置位 PG位置位了之后呢 就开启了分页机制 如果复位呢 那就禁止分页机制 在这个复位的PG位 是指复位 就是0的情况下呢 这时候呢 就是 程序产生这个线性地址呢 就等同于物理地址 但是在开启的情况下呢 这个线性地址呢 要经过一次转换 把它映射到物理地址 也就是 页表呢 所起的作用 用目录和页表 把这个线性地址呢 转换到这个物理地址 这个 在开启PG标志之前呢 必须呢 同时开启这个PE 或者是 PE已经开启了 这样呢 PG位才是有效的 否则呢 在PG位没有 支位的情况下呢 PG 它是不能开启 开启的话 它是不效的 我们接着来看这个CR2 CR2呢 它是用来这个 在 出现页异常的时候呢 报告这个出错信息的 在这个出现异常的时候呢 处理器把这个引起异常的这个 线性地址呢 存放在这个CR2当中 因此呢 操作系统当中的这个 页异常处理程序呢 可以通过检查这个CR2的内容呢 来确定这个线性地址空间当中的 哪一个页面 发生了异常 接着我们看这个CR3 CR3呢 包含有这个 存放页目录表 这个页面的这个物理地址 因此呢 这个CR3呢 也被称为这个 PDTR PDBR 因为这个页目录表 这个页面呢 是页对齐的 所以呢 这个CR3这个寄存器呢 是有这个高二十倍是有效的 第一十二倍呢 是保留这个 为这个 更高级的这个处理使用 因此呢 往这个CR3当中 加载一个新的值的时候呢 第十二倍呢 必须是准备零 关于 往这个 CR0 CR3 以及对这个 标志寄存器 的一些系统的操作的指令呢 我们在0.1当中 曾经 说过 这里呢 就对于这些指令呢 它就不一一列举了 然后我们看 第八页 我们对这个内存管理的 进行一下讲解 我们看 我们看第八页当中呢 有GDTR IDTR TR 还有LDTR 这四个内存管理的 寄存器呢 都是用来 指定呢 在这个 分段内存管理 这个机制当中 使用的这个 系统表的基地值 首先我们看 这个 GDTR GDTR呢 它是用来存放 这个全局描述符表 GDT 它的32位线性基地值 再加上呢 它的 16位的 这个表的长度值 这个长度值呢 也叫这个线长值 GDTR呢 指明了这个 GDTR呢 在这个线性地址 空间当中呢 它的这个 GDTR 通过这个地址呢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 表当中呢 进行这个 然后进行 寻找各个表象 这个16位的 这个表长度呢 指明了这个 GDTR呢 它最大可以是多长 我们在以前曾经讲讲过 这个 这个LGDT和SGDT呢 分别呢 使用来加载这个 保存GDTR基层器的内容 在机器复位的状态下 在机器复位的状态下 也就是说 刚刚加电或者是那个 Reset之后呢 它的基地值呢 默认呢 是0 默认的这个 现场值呢 是4个F 0x 我们如果在进入保护模式的情况下呢 必须给这个GDTR加载一个新的值 然后我们看这个IDTR IDTR它表示的是中段描述辅机存器 它的作用跟这个GDTR是类似的 它也是存放的一个是32位的一个基地值 加上一个16位的一个现长值 不过呢它不是用来这个存放这个全G描述符的 而是用来存放这个中段描述符 它使用的是IDT和SIDT 加载和保存这个IDTR集存器的内容 在机器那个加电或者付费的情况下 跟这个GDT是一样的 也是基地值呢默认的设置为0 长度呢就设置为这个0XFFF 然后我们看这个TaskRegisterTR T2集存器呢 它是用来存放当前任务的这个任务状态段的16位的选择符 32位的基地值 还有10位的6位的这个段的现长值 还有一些描述符的一些属性 它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因为呢这个 它呢 TR集存器呢 必须这个引用在 GDT表中的一个任务状态段 类型的一个描述符 LTR和STR呢 用来加载这个和保存的TR集存器 这个段选择的部分 当使用这个LTR指令呢 把这个选择符加载这个任务集存器TR的时候呢 把任务状态段描述符当中的这个段的基地值 现长值以及描述符的属性呢 就被自动的加载到这个TR的集存器当中 在这个 Intel的CPU设计当中呢 在这个任务切换的时候呢 处理器呢 会把新任务的这个任务状态段的这个选择符 和段的描述符呢 自动加载进这个任务集存器TR当中 然后LDTR LDTR集存器呢 它是用来存放这个局部描述符表 LTT 它的32位线性基地值 16位的现长值 还有属性的一些这个值 它的指令的是L LDT 和SLDT 这个LDT表的这个这个段呢 它那个必须呢 在GDT表当中的一个描述符 通过加载这个 GDT当中的一个描述符呢 我们来加载这个LDT的这个GD值和现长值 在机器复位或者是刚刚加电的时候呢 GD值呢 和断行的符呢 默认的是零 长度呢 依然是零XFF 这呢就是关于这四个内存管理寄存器的一些介绍 这样的介绍呢 已经能够足以满足我们对 后面呢 对内核代码的这个理解了 我们可能发现呢 以前我们讲解的这个 保护模式讲解的太复杂了 而我们内核当中呢 却没有就是实现的那么复杂 我们尽量呢 是简单的来实现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 2.2这个寻指方式 在实地址的模式下呢 我们的寻指方式呢 是通过在这个 段的地址 在这个基础上呢 加一个偏移量 我们呢 就可以定位到我们要操作的这个 数据的这个地址 比如说我们看这个 UWBXDX 冒号AX 就可以把这个BX当中的内容呢 放到DS段的 偏移量为AX的这个地址当中 我们要把这个实地址模式 这个选指方式呢 拿出来呢 重新讲解一下呢 是为了引出这个 在保护模式下 是怎样进行循指的 在保护模式下呢 它是 这个选指方式有一些变化 它首先呢 是增加了断访问权限的检查 还有呢 比如说 长度 还有这个选择服务 描述服务 这些变化 我们呢 还是以这个 MOVW BXDX 冒号AX 以这个举例 在这个 启用了这个保护模式的情况下 DS呢 寄存器当中的值呢 它不再是一个断的基地值 虽然不是断的基地值呢 但是它当中的内容呢 还是一个16位的值 这个值呢 我们把它叫做 断选择服务 或者叫断选择子 我们通过这个 2.2 选指方式下面这个图形呢 我们能看出来 这个16位呢 它有三部分构成 第0位和第1位呢 构成了 RPL 也就是请求的特权级 第二位 TI 它表示的是一个 这个 断选择服 我们是要加载的是 在GDT当中找呢 还是在LDT当中 寻找我们这个断的基地值 如果这个TI的值为0呢 我们表示呢 我们要在这个GDT当中 查找 这个断选择服 断描述服 然后通过这个断描述服呢 找到这个断的基地值 如果这个TI是为1 表示呢 我们要在LDT当中 寻找这个 描述服 通过这个描述服呢 达到这个断的基地值 然后第三位到第15位 我们看是index index呢 表示呢 以GDT或者是LDT为基地值 这个GDTR或者LDTR当中的这个纸面的这个基地值呢 偏移一量为index这个 这么一个元素 这个元素呢 就是 描述服 通过这个描述服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 我们这个断的基地值 是什么 接下来呢 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描述服的格式 下面这两行呢 其实呢 应该划成一行 但是由于这个宽度不够呢 我们划成两行 这是一个64位的这样一个值 总共八个字节 我们看这个描述服的是怎样构成的呢 我们看最低的 下面这个方框的第15位 segment limit 这是15位的 segment limit呢 上面也含有一个 第16位到第19位 这个24位合起来呢 构成了这个段的现场值 也就是我们这个段 最长 可以达到多长的这样一个值 那么基地值是怎样构成的呢 基地值是由 最高的这个base 31到24 再加上base 23到16 然后这个 第16位 到高8位 高16位 第32位的高16位 这个 共同构成的这样一个32位 这样一个基地值 然后我们看 除了这个基地值和断线长之外呢 还有一些标志位 首先我们看这个g位 这个g位呢 表示呢 我们这个段的长度的计算单位 如果这个g位呢 表示1的话 是1的话 那我们表示呢 我们在计算这个段的基地值的时候呢 还有断线长的时候呢 都是以4k位单位的 如果是0呢 我们表示的是以字节位单位 然后接下来的这个db位 它表示的是一种这个存取方式 是以16位呢 还是以32位 如果v0呢 我们就表示呢 存取方式是16位的 v1呢 就表示的是32位 我们再看这个p位 p位为1的时候呢 表示这只是一个有效的段 如果这个时候为0呢 那么就是 这是一个表示呢 这是一个无效的段 如果访问这个段呢 会出现一个错误 dpl dpl我看是13位和第14位 它表示呢 访问我们 这个描述佛所指向的这个段呢 所需要的这个特权级的级别 dpl后面呢 有个s位 s位呢 它如果为0呢 表示的是这个 描述符呢 它本身是一个系统描述符 如果是1的话呢 表示这个描述符 代表的是代码段 或者是数据段的这个描述符 具体是由代码段 还是数据段呢 由这个type 这个最高位来决定 这个type呢 是由这个第8位到第11位 这个四个位过程 这四位的最低位就是第8位 是0的时候呢 表示这个段呢 是没有被访过过的 如果是1呢 表示被访过 这个type的最高位就是第11位呢 用它来区分是数据段 还是代码段 0呢 就表示这个段呢 是数据段 是1呢 表示我们这个段是这个代码段 经过上述的讲解呢 我们看出来了 这个mu wbx 动号 ds 冒号ax 在保护模式当中的 寻止方式呢 那么它就是 在第9页 这个图这个所示的这样 我们首先呢 通这个段 选择子 或者叫段描述符呢 通过它的 第三位到第15位 组成的这样一个index 缩影值 在这个gdt表当中呢 找到相应的这个 这一个段选择符 段描述符 这个段描述符呢 我们知道它指明了 断的g地址和 断线长 以及一些属性 它的g地址我们找到了之后 然后呢 我们 偏移量为ax 再加上这个ax 就找到了我们要操作的 这块数据的地址 这呢 就是我们在这个保护模式下的一个寻止的过程 那么我们再介绍一下这个 描述符表 描述符表呢 它最多可以包含这个 8192个8个字节的这个描述符 对于描述符表的这个第一项呢 我们知道这个gdtr当中 gdt 它的第一项呢 是必须为空的 也就是段选择符 这个index的值呢 不能为0 那这个是一个硬性的规定 我们具体的 我到我们这个linux内核当中呢 gdt的第二项呢 也就是下标为1那一项呢 也是不用的 第三项和第四项呢 永远都是内核代码的这个 段描述符和数据段的描述符 就是内核代码段的描述符 和数据段描述符 gdt的第五项和第六项 也就是下标为第四和第五的那个下标呢 永远都是呢 当前进程的代码段和数据段的描述符 也就是说呢 第三项和第四项呢 这个它的代码段和数据段的描述符的值呢 这kernel ds呢 代表的是数据段 的描述符 它的值呢 应该是0x18 kernel cs呢 它的值呢 是0x10 第五项和第五项 第五项和第六项呢 我们说过是当前进程的代码段和数据段的描述符 那么当前进程的代码段呢 它这个描述符的选择 选择符的值呢 就是0x23和0x2b 就是user cs和user ds的值 在2.2这个选择方式当中呢 我们讲述的是 在启用保护模式的方式下 这个断选择方式的 是怎样选择 我们都知道呢 在 intel的这个体系架构当中呢 它的液式的内存管理机制呢 是建立在 断式管理机制的基础之上的 也就是说呢 只有在开启了这个断机保护之后 那才能开启这个液机的保护 在没有开启这个液机保护的情况下呢 断式管理机制呢 形成的地址呢 最终就是这个物理地址 但是如果开启了分液机制之后呢 这个最终的地址呢 还是经过一次转换 才能成为这个转换成为物理地址 这样一来呢 这个断式管理机制所形成的这个中间地址呢 我们把它叫做这个线性地址 在80386当中呢 把这个线性地址空间呢 换分成呢 以4K为单位这样的一个页面 每个页面呢 都被可以映射到这个物理存储空间的任意一块 这个4K字架代表的空间 这样一来呢 我们在线性地址当中连续的一段的地址空间呢 在映射到物理地址之后呢 就不一定是连续的 这呢 就是这个夜市存储管理机制的一个灵活之处 这里我们看第十页 它有一个形成线性地址的这样一个示意图 我们首先看上面这个图形 首先有这个 左边写这个logical address logical address呢 也就是段选择子 通过这个描述符表 找到这个段的描述符之后 我们找到这个这个段的基地址 基地址再加上这个有效的偏移量之后呢 就形成了最终形成了这个线性地址 形成线性地址之后呢 由于这个线性地址还是一个中间地址 所以呢 我们要通过这个描述符表 还有这个页目录表 还有这个页表呢 最终呢把它这个映射到这个物理地址上 这样呢 就设计到这个页目录表 还有这个页表 线性地址呢 我们把它分成三个部分 第22位到第31位 我们把它呢 作为呢 在页目录当中的这一个索引 第12位到第21位呢 作为在页表当中的一个索引 那我们先看一下什么是页目录 还有页表 这个页目录呢 这个页目录呢 是在内存当中的一段数据空间 它存放的是这个 所有它的这个二级页表的这样一个地址 通过在页目录当中找到这个页目录当中 找到这个页目录当中 找到这个页目录的地址呢 再通过这个 线性地址这个table 再查找到这个 物理地址的这个 基地址 从而呢 最终从这个 加上这个偏移地址呢 我们定位到这个 要操作的这个物理地址 我们看一下这个下面这个具体介绍 directory 它是用来作为在这个页目录表当中的这个 这个索引值 指定一个目录表象 这个目录表象呢 指向一个页面表的基地址 然后table 也就是中间的实位呢 它是用来在这个页面表当中的索引值 原来指定的一个页表像 这个页表像呢 指向一个物理页面的起始地址 Offset呢 是在这个4K的 物理页面当中的一个偏移量 这里呢 我们进行了一个总结 从线性地址 到物理地址的印象过程 我们看一下 第一呢 首先是从这个423 第三当中取得这个页目录表的基地址 第二步呢 以线性的这个地址的这个 directory这个位呢 它这个位段 作为索引值呢 在目录当中呢 查找到这个页面表的基地址 第三呢 是以这个table为断 为索引值 在这个页面表当中呢 找到物理地址的基地址 第四步呢 是用这个Offset 加上呢 物理页面的基地址 就得到了 我们要定位到的那个 物理地址 从而呢 可以对这个物理地址 进行操作 地址 就是这个地址的数据呢 已经操作 然后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页表像的格式 页表像的格式呢 我们和第十页的 最下半这个 这个呢 我们在以前也是介绍过 我们再重新介绍一下 这一部分呢 在阅读内核代码的时候 要是用到的 我们首先还是看一下这个P位 P位呢 指明这个 表像呢 对地址转换的 是非有效 如果P 为1呢 表示呢 这是一个有效的一个表像 如果为0呢 表示这是一个无效的一个表像 RW位呢 是读写标志位 RW位为1的时候呢 这个表示这个页面呢 可以被读 写 或者执行 如果是0呢 表示这个页面 只能被读 或者可执行 第二位 US位 US位呢 表示这是User 或者是 SuperUser 这个标志位 这个US位呢 是1的时候呢 表示呢 可以运行在 只有这个 特权集上的程序呢 可以访问这个 这个页面 0呢 表示只能被 就是 如果是0的情况下 只能被运行在这个超级用户特权集上的程序 访问 然后这个D位 D位呢 表示呢 页面已经被修改了 对一个页面 只能写操作呢 这个标志位呢 就会被修改 但是夜目录当中 这个D标志位呢 是不会被修改的 好 关于这个 夜市内存管理机制呢 我们 就讲到这里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 异常与中断 的处理 在实模式下呢 系统当中呢 是有一个 中断性量表的 这个有256项 每项的14个字节 每一项当中呢 都包含一个断机地址 和一个偏移量 这个 地址加上这个偏移量呢 就是实现了中断发生的时候呢 处理这个中断的 中断的处理程序 在保护模式下呢 这个中断性量表呢 被这个我们前面讲到的 中断描述符表 就取代了 但是它的实现机制呢 还是 很类似的 只是呢 需要进行一次转换 同样呢也是256项 每一项呢 包含8个字节的一个门的描述符 在 IDT表当中 IDT表当中的每一项呢 我们都叫做 把它叫做门描述符 可以是中断门 线角门 或者任务的描述符 我们看一下这个 接下来这个IDT和中断描述符表的这样一个关系图 这个IDT2计存器呢 这个IDT2计存器呢 它当中存有IDT表的这个基地值 和这个IDT表的最长值 也就是它的线长值 其中的每一项呢 都是一个 描述符 我们称之为呢 门描述符 我们看这个 它的构成呢 正是最基地值 加上线长值呢 构成了这样的一个表 关于门描述符的格式呢 我们看 有TaskGate 还有InterruptGate 还有TrapGate 关于表示的是任务门 中断门和陷阱门 我们看这三个门的格式呢 都是很类似的 任务门呢 这个描述符当中 有一个任务状态段选择符 中断门的描述符呢 它有一个断选择符 陷阱门呢 也是一个断选择符 在中断门和陷阱门 这两个描述符当中呢 不光有断选择符 而且还有一个 自带的一个偏移量 指向呢 这个中断处理程序的这个地址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下这个 第十二页上面这个中断的处理过程 我们首先呢 在这个IDT表当中呢 根据这个中断向量呢 我们找到这个 门描述符 这个门描述符呢 可以是中断门或者是陷阱门 不管是中断门还是陷阱门呢 我们举这个例子呢 是陷阱门 陷阱门呢 我们知道它当中自带一个偏移量 我们先放着偏移量不说 然后我们看 偏移量呢 因为它本身带一个断选择符 我们通过这个选择符的性质呢 在GDT或者是LDT当中呢 找到这个 这个断的描述符 在GDT GDT描述符或者是LDT当中的描述符 这个 描述符 通过这个描述符呢 我们知道了这个断 这个GDT 也就是说呢 我们 要兼有执行的这个 中断执行程序的这个 这个断的GDT 再加上这个中断门 这个offset 它所指出的这个offset 就构成了这个 我们兼有执行的这个 中断 发生时中断的执行程序的这个地址 这样我们能看出来呢 在实模式下呢 是直接通过这个中断向量表呢 直接指向这个中断执行程序 而在保护模式下呢 是经过了一次转换 间接地指向了这个中断标准 中断执行程序 通过中断门进入这个中断服务程序的时候呢 CPU呢 CPU呢 会自动关闭中断 用于呢 防止这个 嵌讨中断的发生 而这个限界门呢 它是不关闭的 这也是二者之间的 这一个区别 进入中断服务程序的时候呢 CPU要把当前的EFLEX 寄存器的内容 以及返回的地址 加入到堆转当中 返回的地址呢 是由这个断寄存器 CS和EIP呢 共同组成的 如果中断是由异常引起的呢 还要把一个出错代码 也要押入到这个堆转当中 如果这个中断服务代码的这个运行级别呢 DPL与发生中断时候的这个CPL 是不同的 还会引起堆转的一个切换 CPU呢 根据这个TR找到这个TSS 根据这个目标在网上的这个DPL呢 从这个TSS当中取出新的这个堆转指针 并且呢 装入到这个堆转和ESP当中 达到这个堆转切换的目标 在这种情况下呢 CPU不仅要把当前这个 EFLIX寄存器的内容呢 以及返回地址 出错代码 压入到堆转 还要把原来的这个堆转指针呢 也要压入堆转 以上这个过程呢 就是在保护模式下的这个异常和中断的处理的一个过程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 任务状态段 任务状态段呢 我们这里呢 第12月到第13月 写了很多 虽然我们在内核当中呢 用到的很少 但是呢 我们要想真正的充分理解代码 我们还是要呢 了解一下这个 任务状态段 Intel呢 在i386这个 系统结构的设计当中呢 考虑到了 就是进程的管理和调度 从硬件上支持这个任务切换 所以呢 增设了一个这个任务状态段 TSS TSS呢 是由104个字节组成的一个段 这104个字节的基本格式呢 是不可以改变的 这个基本的104个字节呢 可以分为这个链接 104个字节组成的区域 还有这个内存的堆栈指针区域 地址映射寄存器区域 寄存器保存区域和其他的 几个区域 这个任务状态段呢 这个任务状态段呢 它主要是用来记录呢 一个任务的关键性的一个状态的信息 104个字节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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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 但是呢 由于这个CPU呢 要求软件的设置这个TR和TSS 所以呢 内核呢 只是在初始化的时候呢 设置这个TR 使它呢 实现一个任务状态段 从此以后呢 它就不再使用这个TR的内容 也不改变它的内容 对于我们现有的内核来说呢 这个任务状态段 最有意义的就是 这个对战指振零级的 也就是SS0和ESP0 第十三页这五 一二三四五这五部分内容呢 大家可以自己呢 阅读一下 对它有一个了解 然后我们看翻到第十四页 我们看 这是一个任务状态段的一个 在这Processor的H当中呢 定义的一个数据结构 这个结构呢 对应在我们十二页这个表 然后我们看第十五页 这个init tss 这是在系统呢 初始化的时候 第一个进程呢 这个对它进行复值 我们看对它进行了复哪些值呢 是ESP0和SS0 ESP1 SS1 LDT 这几个进行了复制 这只是在初始化的时候 在以后运行的时候呢 我们用到的只是ESP0和SS0 其他的字段呢 对我们来讲呢 就是 我们就不用它了 因为 我们在任务切换的时候呢 是不使用这个 任务状态段的 关于保护模式呢 可以说呢 是一个 复习的内容 我们 通过专门的一章呢 把最精要的部分呢 也就是说内核 讲解当中我们需要到的内容呢 进行了一下复习 对于保护模式的理解呢 可以说是 对操作系统理解的一个基础 但是呢 并不是说我们所有的这个保护模式 都要用到 我们在学习内核的时候 把我讲到的这几部分 能够理解之后呢 对阅读代码就是 没有任何问题了 如果对保护模式 很感兴趣的话呢 如果想阅读其他的部分 可以呢 从英特尔的网站上阅读 这个 英特尔有个 Architecture 一套手册 我们可以阅读那一套手册 好 我们第二章呢 就讲述到这里